這裡是早餐店 這裡是早餐店 人無人的 道地的早餐店 只要當地人來逛市場 就會順道來 一定要來吃一下 排骨 剛剛說的 這個算是他們店員最厲害 好爛喔 我沒有咬 我用舌頭直接用頂的 我是上菜 哇 直接化掉 蘿蔔也是煮到文化了 中瓜塊嗎 還是蘿蔔 通常這種一定要吃這個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吸到湯汁 好軟喔 而且不會有很重的菜味 因為全部的湯汁都已經滲到裡面 全部都滲到裡面 對 它的麵一樣會吸到排骨的湯汁 你在滋滋滋啊 好好吃 我覺得 一定要跟著湯一起 一起喝 然後它是不會爛喔 我怕放酒會爛掉 對耶 但是過了這幾分鐘 你們都吃完了 我還是覺得它是Q彈的 Q彈的 這個麵 我不得不說 我有真的到 上面竟然有滿滿的肉 然後加上蔥花 而且那個只是小碗的 這是小碗 對喔 對耶 我們點小碗 這個麵條 很Q 它是意麵嗎 對 我們來吃麵粉 它還滿有特別的香氣 麵很Q彈 然後因為淋上醬汁 所以你看起來 你以為它是乾乾的 其實它很順 它直接就可以下去了 它沒有像你想像中的那麼乾 然後再加這個肉 它的肉是採取比較乾一點的 所以你這樣搭配起來 你不會覺得很膩 對 是真的完全搭配得剛剛好 喔 好黏稠的這個口感 有 我剛剛你在撈的時候 我就想說 它不是地利分明 它就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然後 這有點像 你昨天我們吃那個黑糖昏貴 那種 啊 黏黏的 它是有黏性的 然後你真的 夠 它的米粒夠爛 對 有骨粿 就都一定 有入口吃 這個肉燥真的是 比上次完成大家分 超香的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對啊 吃完了 怎麼在市場會有這樣子一個很漂亮的餐廳啊 因為我們當初二十二年前就是從這邊離開 所以我們有著那一種 油脂在回歸的心態 既然剛剛我們在市場看到十具 這邊老闆準備一個特別叫做十具滷肉飯 十具滷肉飯 這個是我們分屋非常傳統的一套料理 喔 怎麼有一個 烤肉的味道 剛剛那個醬汁讓我的口水一直分泌 然後就一直想要吃下一個 一直想吃… 它是非常下飯的 非常非常下飯 煮飯頭的控肉 它想吃啦 你蒸一口肉一口飯 滷肉也好厲害 非常 因為它真的是遵循古味的 然後現在有人把它去改良家的蔬菜 蔬菜 那個味道是不對的 所以你要遵循古味 一定單單只有這兩個東西 感覺醬汁 我跟你講那個醬很厲害 我一進門就看到剛剛一整多人在吃這個 海鮮粥 我失去鵝辣 光那碗粥的基底裡面就有八種海鮮 海鮮一次一網打進 在這碗粥裡 邱大哥這個汁… 這個汁好棒喔 留一點給我們 真的留一點湯 不然妳至少湯給我好不好 超級鮮 這個真的是精華中的精華 然後這個肉 你看 好大塊喔 好嫩喔 這個肉 妳真的留一半給我 它完全不老 然後它處理得剛剛好 就是用這種 就只有蔥跟一些辣椒 所以它的鮮度完全可以體現出來 它在海裡是開心的 我覺得差點跟你分享口感的時候 有一點雨帶炫耀 你有覺得嗎 它有點諷刺 是不是 有點過分 超熱 我真的是覺得 妳應該吃不完這一個啦 然後這湯留給我們啦 這個是...